爸爸 嘿 怎麼了 相機亮不了了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有充電嗎 有喔 然後一下就沒電了 嗯 那可能是裡面充電有問題喔 你插電的時候它燈會亮嗎 會 會亮喔 那就代表它的充電IC是正常的對不對 嗯 那充電IC在充的是什麼 嗯 電池 那是不是電池充了一下馬上就沒電了 對啊 那有可能是電池壞掉了 嗯 好吧 那我們把它換下來試看看好不好 好 G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車會幫 我是寶咖咖 今天來維修小孩子的相機電池 我們先看看外觀 外觀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開機看看 很明顯的充飽電的相機 看到左下角的電量還是沒電的狀態 看起來電池是沒有充飽的 那我們就試著把它打開吧 我們有看到有四個螺絲孔 有兩個被塞住的 兩個是開放的 那我們拿出螺絲旗子 依序把這些螺絲拆下來 接下來這兩顆螺絲是被塞子塞住的 所以我們先用捏紙把塞子移除 再把螺絲卸下來 怎麼還是打不開呢 這個情況應該就是它裡面還是有一些卡榫 加強螺絲固定之外的結構穩固 所以我們用捏紙 輕輕的透過接縫處把它敲開 它有好幾個卡扣 所以慢慢的敲 敲完之後就可以打開了 可以看到裡面有電路板 還有很明顯的這顆電池 這顆電池皺巴巴的 看起來感覺就爛爛的 先看一下它的規格 然後我們再看看 這是麥克風的位置 這是相機鏡頭的位置 連接到主板上面 然後還有兩條排線 這個排線應該就是連接到後面的液晶螢幕 以及讓液晶螢幕能觸控的功能 然後我們先把電池拆下來 我們在電池材料行找到一顆比較相近的電池 這個容量更大 原本是600毫安時 現在變成1000毫安時 我們把它塞進去看看能不能塞得進去相機裡面 誒 剛剛好 裝得下 而且容量又更大了 現在有個問題 左邊原本的電池它上面是有連接器的 但是右邊沒有 所以我們必須移植連接器到右邊的新電池 我們拿出斜口錢來剪掉原本的連接器 小心 不能一起剪 一起剪的話會導致短路 原本的離電池有可能會爆炸的風險 所以我們要依序一條一條把電線剪開 這樣才會安全 接下來怕保存的時候電線會短路 所以我們用電工膠帶或紙膠帶 把原本拆下來的電池封口 再來我們拿出電烙鐵 以及把電線剝皮 再來準備熱縮套管 熱縮套管的作用是讓焊接的地方絕圓 它有很多種顏色 這裡為了展示需要 所以我們用了透明的熱縮套管 把它裁成兩段之後 先插入電線的底部 等一下備用 再來清潔烙鐵頭 先把剛剛露出的電線上錫 等一下焊接就會比較容易 再來固定連接器的電線 一樣先上錫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焊接連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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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樣就焊接完了 你看這樣就焊接完了 再用打火機或熱風槍 把熱縮套管收縮 使其絕緣 以及保護的功能 兩條都連接好之後 就可以裝回相機上面了 如果插不進去 通常連接器都有防袋裝置 如果插不進去 反過來插就正常了 裝上之後 我們用魔鬼端貼紙 來固定離電池 固定好貼紙的連接處 把離電池固定好 電線整理好之後 再把相機組裝回去 確認塔扣扣緊之後 我們開機試看看 可以開機 代表電池安裝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是沒電的 所以等一下要進行充電 接下來要把螺絲鎖上去 因為螺絲很小 我們把扭力轉低一點 因為小螺絲很容易轉過頭 導致滑牙 依序螺絲都鎖完之後 再把塑膠塞子塞回去 再檢查一下 開機看看 OK 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 這樣就完成電池更換動作啦 接下來我們先把電池充滿 從USB的電表來看 它的充電電流是正常的 有1.5瓦的功率往內充 充滿之後就可以使用啦 耶耶 爸爸我的相機修好了 維修過程看起來很難 實際上還是蠻簡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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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謝謝 好 好 好 喜歡的話請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